优扬的歌声台下的观众听得是如痴如醉 成立20年的美国晶晶合唱团首次来到台东表演 活泼的歌声加上动作台下是掌声如雷 20年前由团长张智珍在美国加州成立的晶晶合唱团 经过多年的耕耘 已经有超过400多位的团员 这次选出了120名来到台东表演 超过九成都是华人 要给台东不一样的音乐饗宴 十年以前 美国晶晶到过台东 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就被台东的风景 人情各方面所感动 我们当时就许了一个愿 只要我们回台湾 我们一定会再来 今天我们来了 今天很高兴他们可以老到 台东来唱 我觉得他们的水准很高 那我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儿童合唱团 跟他们做这样的交流 我相信对台东提升台东的艺文 特别是合唱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不让外国合唱团装美于前 台东县儿童合唱团也参与了这次的演出 穿起原住民的传统服饰 充分展现在地之美 用音乐代替语言 节目最后的大合唱 县长也受邀上台演出 也是合唱团出身的县长王建廷 展现出炼家子的功力 博得台东乡亲的喝彩 转发声 天秤